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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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张主任 要带我们寻找的美食 是什么呢 大布驴肉 说起来有很多 最重要的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 三十年老店 大布驴肉班 大布驴肉 其实这个 大布驴肉的这个名字 非常非常的火 我也早早的 有所耳闻了 那么今天非常幸运 和张主任 一起来寻找美食 那么什么时候 可以带着我 去寻找一下呢 这个大布驴肉 现在我是可以带着你们 去唱一首大布驴肉 真的啊 现在 好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走 常言道 天上龙肉 地上驴肉 要长寿 吃驴肉 要健康 喝驴汤 吃了驴肝肺 能活一百岁 这些虽然是民间俗语 但也折射出人民群众 出于实践的经验总结 自古以来 人们就对餐桌上的 这种美味 情有独钟 而近年 则是源于驴肉的 天然绿色特性 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 驴肉捕驴肉 驴肉捕血 驴肉捕血至远年老损 主之影 顾本培缘 看来 古人把驴肉比作浓肉 不仅仅是赞美驴肉的肉质可口 更看重它的营养价值和滋补健身功效 说起来这个大步驴肉 它的时间也是非常久了 是吧 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 应该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那么长的时间了 是在哪里呢 是这个地方吗 在我们这个 有钱房 看到很大的一个牌子 董记驴肉馆 我估计就是这里了 来到店里 我们看到店老板娘孟阿姨 正在忙活着给客人切肉 生意很好 不少客人已经坐在桌前开吃了 大哥 您好 大长您想 您经常过来吃驴肉吗 经常过来 经常过来 那您是大步乡本地人吗 对 本地人 您感觉这个大步驴肉 味道怎么样 好不好吃 这是比较出名的 这个吃味道 朋友过来 都是经常 这个这个 讲那个名吃 都是往这个地方来 咱们大步的名吃 对对对 咱们 您的朋友怎么样 感觉味道好吗 味道很可以 肥肉不泥 口感很好 可以吸引 咱们的手 大步驴肉 可以特色 可以厨艳 警察 我们得碰过来 什么 没做法 我 看来这里的驴肉 确实好吃 深得顾客的喜欢 那这么好吃的驴肉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木阿姨告诉我们 他家的驴肉 都是自己 限杀限炖的 您家这个用的驴 是自己饲养的 还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 从内蒙了 三七了 内蒙三七 是别人就是 家庭饲养的 家庭饲养的 肉驴 是 那阿姨 您在这个选择驴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 这个小细节 要特别注意呢 你可能选择 驴子选择 会老的 会老的 不要 基本上都是 年龄大概是在 多少呢 年龄最大的 就是十个驴 是吧 四个驴 是什么意思 四个驴 是什么 三年 三年 是吗 驴是用这个驴 来称年龄 对对 四个驴 大概就是三岁 是吗 我们在选择驴的时候 要选择三岁以下的 是吗 那咱们选择三岁以下的 这个驴 吃起来的话 这个肉质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肉质 虾驴 肉质比较嫩 那您一天 大概是要 用几头驴 用一头驴 大概用一头驴 对 可能我们这个 封年过节的时候 比较忙的时候 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 那您最多的时候 是用几头的 封年过节最多的时候 一天的 有时候 七头驴 七头呢 哇 那么多 那我知道 咱们这个驴 除了做成那个 驴肉啊 煮的那种驴肉啊 或者是驴架 煮驴架之外 有没有一个 其他的一些做法 也可以吃的 驴头也 红烧 红烧 也开始煮着吃 也开始吃料理 凉的是怎么吃 凉拌 驴肩里吃腰味 哦 凉拌驴肉啊 其实马亦我知道 吃驴肉的话 对人体 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我知道 其实在做 恶骄的时候 有很多 就是把这个驴皮啊 来 来 做这个恶骄 对 那这个 多吃驴肉 对人体 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可以那个 腌念一瘦 腌念一瘦 也可以美容 这个女性 多吃驴肉的话 是比较好 对对 可以这个美容养颜 什么 可以有一些这样的好处 对 孟阿姨说 驴肉炖之前 要用活水泡上一碗 这样可以把肉里的 淤血脏东西 彻底泡出来 保证炖出来的口感鲜美 孟阿姨和儿媳 把洗好的驴肉 驴架快速下锅 然后加柴 加火 旺旺的火 很快就把锅烧开了 孟阿姨告诉我们 在下料之前 还需要一个重要步骤 那就是要将肉里 炖出来的浮沫 清理干净 孟阿姨 现在我们进行的 这个是什么呀 就是 撇沫 啊 撇沫什么 就是 保持它的走弦 保持它的肉鲜 将浮沫清理干净 孟阿姨说 现在就可以下料了 说到下料 这个可有讲究了 因为每一种料都有自己的口味 组合起来后炖出的味道好不好 这是需要经验和秘诀的 哇 这么大一盆呢阿姨 我看到其实这个种类还是挺多的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这满满的一大盆啊 我看到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白纸是吗 闻起来特别的香 这一共是多少种啊 一共是15种 15种 那放这个中药材有什么样一个好处呢 对人体有好处都是 比如说它这个吃着经常吃着 好担保了 对 那么我觉得咱们加入这么多的这个中草药材 不仅是这个对人体特别有好处 那对于这个味道 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不同之处呢 对对对 味道特别鲜美 味道特别鲜美 那什么时候可以下进去呢 把这些中药材进去吧 现在可以到了 那我们现在加入吧 要撒得特别均匀是不是 加入这个中药材之后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阿姨 加入中药材可以在锅里面摸了 大概是要闷多久啊 拿个最低的各半小时吧 各半小时是吗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静等两个小时的流逝 期待美味吧 下完料 孟阿姨拿过一个大笔子放进锅里 上面再压上一块大石头 她告诉我们 这样是为了防止烧开锅后 肉会跟着汤来回的翻腾 也可以让肉更加入味和熟烂 两个半小时后就可以出锅了 孟阿姨现在已经熬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了 现在怎么样了可以出锅了吗 可以吃锅了 熟了是吗 熟了 我看到您这个锅里边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面 是哦 插肉的 是吗 平时都是用那个插肉的叉子来插住肉来出锅 哇 好多这个 有很多这个肉啊 以及这个骨架等等啊 平时就是把这个肉插出来 然后放到盆里面是吗 对 然后就可以卖了 是吗 嗯 现在几乎我们这个 这些 哇 好大一块啊 现在几乎这些中草药都已经 它这个味道已经进入到这个肉里面了 是吧 刚出锅的驴肉成紫红色 内外一致 热腾腾的蒸汽带着香味不断飘入鼻中 十分诱人 孟阿姨给我们切了驴肉 驴板肠等好几种 让我们来尝一尝 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啊 是天上有驴肉 地上有驴肉 是有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呢 也是充分的说明了这个驴肉的味道鲜美 哇 今天真的是太幸福了啊 不仅有非常美味的驴肉吃并且呢还有很多很多种吃法 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桌子上真是满满的摆放了很多很多啊 有这个不同的种类 我看到还有这个小菜 这个是凉拌的 对 是吗 嗯 三拌的 嗯 我们中间啊还有一个热气腾腾的一个驴肉啊 一个驴锅 我们一起来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尝一下我们这个驴肉的味道 好不好 先夹一下在我那个面前的这个啊 这个是茶 茶 嗯 好 可以放点辣椒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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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印象当中 狼子里面它的油脂可能比较多 但是这个呢 让我非常惊喜的是 嚼在这个驴里啊 没有那种特别滴滴的味道 反而嗯 和这个香菜搭配在一起的话 有种 清爽的感觉 是不是 非常的清爽 特别香而不滴 嗯 你得贴得到肉汁 没错 这个热的 嗯 妈咽这个锅 主要是给这个驴肉来加温的 对对 嗯 其实观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 驴肉这个热锅啊 它是带有很多这个汤汁的 它这个汤汁呢 重现的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琥珀色 只是看这个颜色就已经非常吸引我了 一起来尝一下吧 好的 来 哈喽 这叫足央 我感觉这个肉质非常嚼劲 肉质还是非常细 很细腻的 口齿流香 肉香四溢 我觉得这两个词用来形容这个热锅的驴肉 真的是不为过 非常非常的棒 那阿姨我知道您这个驴肉做了很多年了 对 做了 我已经经历了三十年了 我业业都不敢的 组贝都是做这个的 对 那您这个驴肉传从下来到现在有多长的时间了 传从下来到现在有多长的时间了 传从下来到现在有小的时间了 有上百年的驴肉 哇 那么久了 组贝传承下来的这种公寓 郑主任今天我们一起品尝这个 大骨驴肉的这个味道 您感觉大骨驴肉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的影响 是什么 应该说在这儿都在了这么长时间 我也是这个店驴肉骨客了 没想吃到这个驴肉 对于我的影响最深刻 可以用这个驴肉来干活 不菜 不衣 不散 也可以 这个 用死了 的 香儿驴 嗯 嗯 因此呢 来在这儿平方的一个 驴肉的人 螺蝇不重 嗯 一三年 还被品尝给这个 瘦解 味道的肉 什么 郭静明世界的秘密多次 嗯嗯 非常高的一个荣誉 看来这个张主任给这个大骨驴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足见大骨驴肉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 但现在咱们的这个天气啊 越来越热 咱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 可以约上三个好友 要买几滴驴肉 来上几滴小菜 然后啊 喝上几杯小酒 哇 这样说起来真的是 莫辣的一种享受 今天呢我觉得非常要感谢什么 你们上午这个 辛苦啊 为我们奉献了一道很优秀的美食 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一路上的陪伴 好朋友朋友 粉丝的美食杨古精彩内容就是这些了 咱们下期讨论时间 再见